OK 我們從最上面開始分享 那我們上面這邊就是有很多很多的 OK 那我們從上面開始分享 我們這邊就是把我目前還有在使用的 OK 那我們從上面開始分享 我們現在這邊是 OK 我們從整個櫃子的上面開始分享 我們上面就是全部都是目前還有在使用的 像攝影器材 耳機 鏡頭之類的 所有的東西都在這裡 那我就不動它 因為看起來還蠻乾淨的 效果也還蠻讚的 就是很多的盒子這樣子 那下面這邊呢 原本是有一個隔層的 我就把它抽掉 然後把所有我有的 無印良品的 漂亮的盒子 我就把所有的東西分成 那像這邊的是 一個變壓器 我就放一層 一個變壓器 我就放一層 就把它整理 分類乾淨 然後就有一些文具啊 工具之類的 好 那我們電池區呢 我已經建立了啦 就是 我們的電池擺整齊 然後我們的電線呢 嗯 我不太知道 要怎麼把它用好 因為就真的是線很多 充電器也很多 這邊也是 就是我盡可能的把它用整齊 就是線走該走的位置 但是每條線的粗啊 然後長度也不太一樣 軟硬程度也不太一樣 很難去把它整理或者是藏起來 我也不知道 目前這個是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充電器也把它放在這裡 那還有我們的這個小角落 就是有電池的充電器啊 有手機啊 然後有一些電腦一些的配件 網路的充電器 有然後就是供應器也都在這邊 目前看起來是 就是整體是看起來有一點亂 但是我已經盡力了 所以就只能把它盡可能靠邊 因為我們平常是這樣子是看不太到的 好 然後這邊就是 原本是有一個大櫃子 我們就把它拿掉 把我們的書跟一些本子就放在那邊 行動電源跟吹球 好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抽屜部分 那我們的抽屜部分呢 我就把我們所有的奇怪膠帶 全部都放在一邊 然後還有膠帶 還有膠帶還有膠 就是各種工具的 OK來到我們的抽屜部分 那我們的抽屜部分呢 就全部的膠帶 盡可能靠邊 靠邊 然後有膠帶啊 紙膠帶啊 各種雙面膠帶啊 泡棉膠帶啊 還有神奇的膠台 還有我們的各種2EM的膠 還有更多的膠 都在這邊 然後這裡是 就是生活用品區 像是護唇膏 梳子啊 然後把我們原本放在旁邊的衛生紙 就是塞到抽屜裡 然後還有一些生活用品 然後還有一些生活用品 好 下一個 好 那下一個呢 好 那我們下一個櫃子呢 就是我們有相機的清理的東西 好 那我們下一個櫃子呢 這裡就有一些我們的相機的 好 下一個櫃子呢 這裡就有我們的便條紙 就是忽然有一個想法 我們就可以把點子寫出來 方便使用了 然後有我們的鏡頭啊 然後擦拭鏡頭相機的工具 然後還有我們的鍵盤 跟我們的手繪板 還有我們的MIDI鍵盤 都在這邊 好 好 就是這樣